現在是我們來韓國的第三天 我們現在一大早都素顏 整個黑眼圈超重 然後大嘴腫 昨天吃太多宵夜 謝謝 我們現在要去體驗韓國的藝人化妝室 我們今天預約了兩間 我預約的是Jenny House 那間是有畫韓蘇西、李聖金等等的大明星 Alice那間待會再跟你們介紹 因為那間是我請當地的朋友幫我們找到的 因為他想要畫IU的妝 但是我們原來訂找的那間 他說IU的化妝師已經去別的地方了 所以後來我們有找到一間 但那間也畫得非常厲害 就是他有畫很多很有名的藝人 所以你那間我也蠻期待的 那現在的行程就是我會先去Jenny House 畫我的妝加頭髮 大概時間是總共120分鐘 結束之後再去Alice那間 那我們就一次可以看到兩間的化妝妝容 不用化妝會不會太爽 太爽 我們一大早操盤就用好 對 畫完直接出道 呃...OK 那我現在原地留在韓國 可是我們已經太老了 蛤?可以啊 倒楣不行 我們快30歲了還可以出道嗎 脫妝的姊姊 好啊 那就期待一下我們今天的妝容囉 掰掰 耶 我們抵達了Jenny House 它是一整棟的 有化妝室也有髮廊 喔 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我今天找的范姊 謝謝 Henny 她跟我一樣大 好厲害喔 大概要來韓國可以找范姊 可以找我 可以 首先呢她把我帶到樓上洗頭的地方 我預約的項目是有包含洗頭 好的 這位補寶寶現在要先洗頭 進行成套的保養 她們說要先洗頭待會再化妝 今天是貴婦行程 天啊 會不會體驗完之後 然後明天後天全部醫院 你看我來韓國每天都來化妝 真的以為自己要知道耶 我覺得 剛我用頭髮的造型師來了 我先簡單跟她說明我想要的髮型 她先幫我把頭髮吹乾之後呢 就叫我先去樓下化妝 哇塞 她化妝室很大 一間大概可以坐五到六個人 桌上滿滿的化妝品 簡直是女生的天堂 我這次約的化妝師是院長 但因為院長還沒到 所以是由小助理先幫我簡單打個底 上底妝的方式呢 她是用美妝蛋幫我輕拍上底妝 妝前我忘記拍了 不知道她給我擦了什麼 但也是類似乳液的東西 她們會用這個粉底抹棒 將粉底薄塗在我的臉上 我發現呢這樣上出來的底妝 就會非常的清透 因為你用手指沾取粉底液的話 可能用量會太多 就會顯得底妝比較厚重的感覺 簡單的打完底之後呢 看起來真的氣色變得非常好 因為院長還沒來 所以還是有小助理幫我打底睫毛 很特別耶 她是用打火機加熱竹籤 取代燙睫毛器 院長到了 換她接手幫我化妝 我再給她看我今天想要化的妝容 我給她看的是韓少希的照片 因為她照片中的腮紅畫得比較誇張 院長問我要不要單一點我說好 接著呢 就是簡單的幫我修一下我眉毛的雜毛 我本身就已經有霧眉了 所以眉型算是很自然 她就簡單的幫我畫一個淡淡的眉毛 用了一個小剪刀 把我多餘的眉毛給修剪一下 接著呢就來畫眼妝了 這個呢應該是眼皮打底吧 她是用腮紅打亮盤幫我上眼影耶 飽和度就比較低 但又帶點珠光 她用這個有點咖啡色的眼線膠 幫我畫內眼線 上眼線也會帶到 然後她是用這種比較扁平的刷子 去拉我的眼線 雖然我影片速度有調快 但她其實真實的化妝速度也算是蠻快的 院長呢她又沾取了一個 咖啡色的眼影粉吧 幫我疊加在我的上眼線 我發現她們化妝都會混超多顏色 我根本就來不及錄 可能一盤眼影有四個顏色 她會混著兩三種一起用 眼影畫完之後呢 會用這支扁平的刷子幫我遮瑕 再來就是這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她在幫我貼一束一束的假睫毛 超級自然 而且這睫毛超級輕的 黏在我的眼睛上彷彿沒有重量 我跟你說 我自己黏睫毛真的超難的 我每次都黏不好 哇這怎麼神奇想摔摔 感覺好像很厲害 像睫毛黏完之後呢 她又幫我補了一下眼影 其實她每個化妝步驟 都是很少量多次的疊加 然後再用睫毛膏 補刷我的假睫毛 跟真睫毛 刷睫毛的手法是用睫毛膏的前端 一根一根的輕輕刷到 OMG這個眼妝簡直不要太好看 很自然又很有神 然後呢 我們的臥蠶線 那是一定要畫的 點睛之筆 欸她加了好多東西喔 她用海綿來上腮紅 用的好像是液態的腮紅 加一點粉狀的腮紅 我跟你們說她還沒有定妝 就是上完底妝到遮瑕 然後她還沒有用粉定妝 所以她現在可以直接打這個液態的 跟膏妝的腮紅 就不會破壞底妝 不會結塊就對了 嗯 她們其實就是瘋狂疊上很多次 然後就可能亮少少 很細很細 提亮我們的蘋果汁 欸她提亮也是大混合 我的天啊 她們其實用每個產品都是混了 超多顏色 所以我產品只能盡量的拍上來 把護唇膏擦掉 現在要來上唇膏了 先用少量的遮瑕 遮開我們原本的唇色 她們對唇膏也是很講究的 一樣是疊擦了兩三種不同的口紅 這是先第一層 所以你看韓妝的細節有多麼的多 這是第三層 整個很嘟嘟唇的感覺 修容環節 她們上粉都超輕柔的 大致上呢就完妝了 她問我還有沒有哪裡需要加強 我剛剛說下睫毛想要再刷濃一點 最後呢就是全力用定妝噴霧 好的我們現在已經化完妝了 其實化妝速度蠻快的 然後我們現在要移動到樓上去弄最後的頭髮 謝謝我們的院長 先謝謝院長幫我化妝 可以一下院長再介紹一下自己的名字嗎 喔 他的院長是嗎? 啊 民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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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長 完將寧 完將寧 化妝速度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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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呢來窗邊有自然光的地方 給你們看一下剛化完妝的這個妝感 然後我覺得他的眼妝真的畫得非常好 就是睫毛很根根分明很輕盈 現在呢就是來把最後的髮型給完成 我原本來是帶一點黑色的假髮 因為韓舒希的頭髮是黑色的 我就怕我這樣子化完這個妝之後 我就造型搭不想 所以我一直被黑色的假髮 但我想說都來美容室了 就還是要體驗一下給他們的頭髮 所以在假髮可以再找一個空檔 然後自己隨便夾一下 再把它抬上去 那現在我們先進美容院這邊 放一個濕色的髮型 欸他頭髮又不是很細欸 結果變得像Rosex 欸真的嗎?我覺得有欸 因為髮色有關係 為什麼比較有BP感呢? OK OK我的JENNY HOUSE髮型加我的明星同款妝容 就完成了 整體來說我是還蠻喜歡的 因為這個妝本人看真的非常乾淨 最後呢就是我們的付款時間 我家髮型加妝容用起來大概是1萬1台幣左右 到室外的陽光下再自戀一下 呵呵 其實這個妝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那接著呢我們就要陪阿里斯到她的化妝室啦 GO!我們現在來到這間化妝室 院長超級有名 給你們看她的IG 看她們的IG就可以知道這間的院長 她經手過非常多的女星雜誌 還有廣告拍攝等等的妝髮造型 三、四樓都是這一間 這間如果很雷的話怎麼辦 這應該不會很雷 沒有啦我不會怪妳的 她院長是很有名的 好 到門口就會發現有很多女團的海報 應該都是她們有用過的造型 這一間跟我剛剛那間的不同處是 她們的化妝室都是獨立的 也比較有隱私 然後她桌上呢也有超多的化妝品 XH全部都是口紅 超級多 因為我的頭髮還多灰 今天呢我們愛麗絲寶寶 她是指定想要化IU的IDOL妝容 那就一起來期待一下她的成果吧 灰色衣服這一位呢就是今天的化妝師 那這一家呢因為她的院長很有名 有化妝原因 但是呢她沒有對外接其他客人 所以我們就指明要找最會化的化妝師 她是先上遮瑕膏之後才上粉底液 這一家的院長她有出自己品牌的刷具 我們化完妝之後直接被燒到馬上跑去買 之後會再開箱跟大家分享 不覺得她們的刷具看起來都超好用的嗎 這個底妝上完也是超服貼的 接著就來畫眉毛啦 一樣也有修剪眉毛的環節 眼影粉讓她上眉毛 應該是眉粉啊 眉粉 她完全沒有眉筆欸 她是用粉 上完眉粉之後呢再用眉筆填補一下空缺 因為你的毛髮顏色比較黑 所以她現在會用一個藍眉膏 這一間化妝也非常的仔細喔 她還很細心的幫她雕塑這個毛流 現在用眼影打底膏 然後這個我也有 是一個歐美的品牌 她們也是用兩三盤不同的眼影來混色 大面積的打底 那這個眼影呢是比較屬於低飽和的色系 我發現我們缺的不是產品 而是她們這雙巧手 你看她們化妝畫起來多麼的順 畫完眼影之後呢 她是用這種比較小隻的局部睫毛夾 先用打火機加熱再去夾睫毛 這樣睫毛一下就翹起來了 其實用類似眼線膠之類的 咖啡色的 剛剛你那件也是用這種的 對 她好像不習慣用眼線液 她畫眼線的這支筆 我們也被燒到 而且我們也有買 你看她畫出來的線條真的很細 這也是她們的品牌喔 其實用眼線膠畫出來的眼線 會比眼線液畫出來的還要更加柔和 再來呢就是貼假睫毛 她的睫毛品牌呢跟我的是同一個牌子 但款式不一樣 貼的手法也是一束一束的 這個假睫毛真的很輕 而且感覺不到重量 也不會眨眼 再用睫毛膏刷一次 她比較特別的手法是 她有用這個小鑷子去沾取睫毛膏 再一束一束的塑形我們的睫毛 唉唷神奇小竹籤又出現囉 她也是用加熱的方式去塑形睫毛 但我自己是覺得現在有很多很好用的燙睫毛器 就可以取代這個 畫臥蠶提亮 臥蠶的提亮也是用兩盤不同的眼影來混色 再用棕色系的眼影補一下下眼尾 過鏟的那一條咖啡色的線 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記得畫 沾去睫毛膏 然後這樣子一邊更夾 這個方法不錯 這樣是不是比較不會結塊 嗯 而且比較不會沾到眼皮 睫毛整個刷的超級細緻 而且很鮮長 這邊是我覺得眼妝的靈魂之處 她用矽膠筆去沾取這個亮粉 然後一顆一顆的點在她的眼妝上 這招超厲害的 畫完眼妝之後呢 再用粉底或是少量的遮瑕來修飾底妝 讓底妝看起來更加的乾淨 這盤遮瑕膏呢 是化妝師他們自己挖出來的 就是可能從各個不同的遮瑕膏取出來的 所以沒有品牌 我發現他們在上這種珠光打亮的時候 好像就等於是定妝了 因為韓國天氣很乾就沒有特別用粉底妝 再來上這顆很可愛的腮紅 我覺得這顏色看起來很溫柔 而且飽和度也比較低 韓國化妝師很喜歡用這一盤EDU的修容盤 這支唇膏的顏色也很美 擦上去就立馬變嘟嘟唇 OK OKOK 是一歐嗎 讚喔一歐唷 一歐唷 太棒了 謝謝 她要選擇頭髮了 可以耶 快一拍一下你的眼妝 好 OK 定妝粉 好 好 是Alice的頭髮造型加妝容 總共是22萬韓幣 OK IU同款的妝容跟造型就完成了 整個妝面是非常的精緻乾淨 而且很有少女感 好的我已經回到台灣了 來總結一下我這次去體驗化妝室的心得感想 說實話呢 這兩間我覺得他們的化妝技巧跟手法都非常的細心 也非常的棒 因為我們兩個在韓國給他們化完妝之後呢 去逛街逛到晚上 我們的底妝居然都還是很服貼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脫妝 那當然我覺得跟韓國氣候有關啦 因為可能韓國的天氣就是比較乾冷 就比較不容易脫妝 不過我覺得他還是有很多化妝的手法 是很值得我去學習的 那價格上呢 Jenny House我的價格是 洗頭加做造型加化同款妝容 是總共一萬出台幣 那Alice那間是不包含洗頭 他就只有用頭髮的造型加化妝 這樣是五千多台幣 等於是價格差了一半左右 以價格來看 我會覺得好像去Alice那間會比較划算 因為那邊的彩妝師 他化妝的手法技巧一樣是非常的細心 然後也畫得很好 我覺得這次有點小可惜的點是 因為我拿的明星同款妝容的照片是韓紹希他畫一組 雜質照 他那個雜質的妝容呢 其實眼妝算是比較淡的 而跟我自己平時工作給化妝師畫的妝 然後比較沒有太大的差異 雖然他畫的妝很乾淨 但我覺得畫完沒有那種 WOW 很像換了一個人 很驚豔的感覺 我覺得如果你們想要去體驗明星同款妝容的話 你可以找一些比較IDOL KPOP的那種女團妝 可能畫完就會有比較大的反差 就跟平常比較不一樣 這兩間的化妝師 服務態度我覺得其實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我JENNI HOUSE的那間 他們親切熱情一點 還會跟我開玩笑什麼的 然後把我用頭髮的那位造型師 他也是非常的nice 相對的ALYCE那間就是可能 他們比較趕著要畫下一組客人 交談上比較沒有這麼多的互動 不過也不會到態度很差很拽這樣啦 所以我覺得這兩間呢 都是你們可以去體驗看看的 以上呢 就是我這次去 兩間韓國化妝室的分享 也歡迎你們跟我分享 你們看完會比較想要去哪一間呢 喜歡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加按下小鈴鐺喔 下次見 掰掰